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9月20日 小阿根廷人主场有力可图 周二早上 阿甲联赛同时间上演二场争夺 其中小阿根廷人将主场迎战图库曼体与会 虽然小阿根廷人近况未如理想 但他们经济主强克弱的特点非常鲜明 球队目前以70%的主场胜率并列联赛 第二位 此番面对不擅长课程比赛的图库曼体与会 小阿根廷人主场称雄问题不大 从最近表现来看 虽然小阿根廷人接连失分 他们近五轮联赛仅得一胜一合三负的劣迹 但需要指出的是 球队在此气问只有一场主场比赛遭遇败季 要知道 小阿根廷人近济主强克弱的特点非常鲜明 他们目前30个积分当中有22分是在主场所得 球队以70%的主场胜率并列联赛第二位 而泰亚高勒斯和加斯顿华狼两位攻击手则是阵中最擅长主场破门的球员 他们二人目前主场入球数均为三个 这两位攻击手金杖表现值得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小阿根廷人上次与图库曼体育会的交锋层以4比2的比分取胜 此番在战手下败将 相信小阿根廷人会借助主场之力重返正轨 图库曼体育会上轮联赛在遭合局 他们以1比1打和泰拿尼斯 从而进4轮联赛无疑胜计的同时 最近连续遭遇合局的场次已经扩大到三场之多 可见球队明显不在状态 更加不利的是 虽然图库曼体育会目前排名积分榜前列位置 但他们最大的问题竟然与金杖对手小阿根廷人一样 都是主强克弱的特点非常鲜明 要知道 图库曼体育会目前35个积分当中仅有13分是在客场所得 而最近4轮联赛客场也是无疑胜计 当中得失球比位3比6 可见他们客场作战能力明显不足 此番走访擅长主场作战的小阿根廷人 图库曼体育会确实不宜高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